哈囉 你好 我是洪耀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來分享的是 前幾天的這個新聞 我們先來看這個新聞 這新聞的標題叫做 主拆辦公案無證人出庭 黃彥格獲判DNA 那其實針對這個新聞 我本身有很多的疑問 就是首先就是黃彥格 他為什麼會獲判DNA 為什麼跟副首相一樣 然後最新的消息是他 也要上訴這個DNA 很像是不滿 就我帶著很多的好奇 就請來我們今天的嘉賓 彥格 歡迎你 哈囉 楓耀好 哈囉 九號上場的朋友 大家好 是 那可能我們要回顧一下這個歷史 因為其實這個主拆辦公案 也是有一段時間 那你獲判DNA 就是其實本來是有控狀的 對 那控狀其實是大概是說什麼 那我給一下就是案件的背景 就是那時候 2020年慕尤町剛上臺 就是西萊登政變之後 然後他的政府那時候要宣布 緊急狀態 然後要凍結國會 不要開國會這樣子 來逃避那個問責 但那時候國家元首有直接拒絕 就是講說我不會搬緊急狀態 然後星期年那時 馬大星期年那時候就有發表一個文稿 他就講說就是國家元首 其實不應該去干涉政治事務 那其實他是依據憲法來講 因為國家元首本來就是一個虛偽 他就是很聽首相的建議 那之後就很多人報警等等 然後講說新青年其實涉及煽動法令的人 就是污辱皇室之類的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其實有遭到很多的恐嚇等等這些 然後警察就決定去我的學弟葉文青的家進行搜查 然後我們接到那個通知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不能無法辨認到底他是不是警察 所以我馬上趕過去他的家那邊 然後看到有一群人在他家門外 然後我就決定進行直播 因為如果說是壞人的話 那我們至少可以威嚇他 但如果是警察的話 那我們可以確保說他在執法的時候 是公正是公開的 然後他不會對葉文青進行任何一些違法的事情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直播的舉動 對直播警察收查的行動 然後到最後我的法官或是我們的推示 然後就是認為說這個案件拖太久了 而控方 監控方無法準備證人 那這個乾脆就是DNA 為什麼會沒有證人那麼奇怪 你自己怎麼想 是不是現在換政府了 所以安華放你一馬了 不是肯定不是 因為我首先就是很多人要把我的案件 和這個Zahid的案件比較 就是他們會講說 現在是DNA的季節是不是 然後很多不同的案件都被DNA 但其實不是 我必須要做一些澄清 OK 因為我自己好像Zahid的Case 其實他是有表綴成立的 他是有開審 然後他表綴成立之後 然後他再發那個澄清書 然後要求監控方測控 然後監控方也答應 然後測控 但是我的案件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Zahid是有提希望測控的請求 你誠信書 我是完全沒有提任何一個誠信書 然後我也是準備開庭開審的 但是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我和Zahid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的K是完全沒有開過審 也沒有標綴成立過 對 然後最終那個不同也是 Zahid應該是總檢察長申請 對 DNA 對 然後你是法官直接宣判嗎 我法官直接宣判 即便便方跟檢控官都不願意DNA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不能違抗法庭的指令 可是你是比較輕火箭的 對不對 我肯定 不能這麼講嗎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安華就放你一馬 不能 有人 就是這樣子 就是之前的時候 在安華執政的時候 大家就講我輕火箭 然後現在因為我有對政府 有一些批判 人家就講我是馬華民政派過來的 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在哪一個陣營 但我必須澄清 就是我沒有進任何一個政黨 包括第三次立委 也沒有進任何一個政黨 對 OK 好 那其實這個案件的最新進展是 你獲判了DNA 就是釋放 但不代表無罪 對 但是你有上訴 還沒有上訴 因為這個法律的程序 有一點複雜 OK 就是他有很多方式可以做 第一就是上訴這個DNA 第二個就是要求重新再審過多一次 還是等等這些 或者是我可以透過民事訴訟 OK 但基本上就是我可以有很多方式去做 還沒有決定好 還沒有決定 因為我不可以全部東西都做 不然的話 我會被判獎說我在玩法律 就是有一個就是abuse of law 就是濫用司法 對 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還在考慮哪一個是 最好的方式去進入去上訴就對了 可是我看到新聞報導說 你考慮要要求法庭宣判你是無罪的 然後你說其實這個東西是很有意義的 可不可以說一說 其實它的意義彰顯在哪裡 我認為有幾個地方 我可能先談第一個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是拍攝警方執法 也有直播他們執法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是這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可以帶上庭 然後經過審訊等等 然後如果我被判無罪釋放的話 然後甚至是法庭可以裁決 講說為什麼無罪 原因就是因為直播 或者是拍攝警方執法 本身就不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而且是人民都應該擁有這個權利 去拍攝跟監督警方工作 要不然的話可能有一些濫權的行為 或者警方使用暴力 然後他們卻不需要得到任何一些問責 所以我認為說拍攝跟直播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可以威嚇警察不要濫權 而且這些事情都是很 我覺得是蠻common的 就是比如說好像我們有V路電視在那邊的話 警方執法V路電視也是會拍到 第二點好像那些DVD 或者是一些媒體 有時候也是會跟著警方 在直播的時候跟著他們一起去行動 所以這是很正常的東西 明白我可能要跟觀眾解釋一下 因為馬來西亞的司法體系走的是判立法 就是如果因為現在 彥柯的這個案件 他是沒有一個結果 對或是說他的他沒有 針對這個罪行他沒有判有罪或無罪 對他就是測控 就是他以後還可以繼續的提告他 彥柯其實想要爭取無罪的原因是因為 他想要把他的這個案件當中就是用 手機直播警察的舉動 不等同於是妨礙公務員 對辦案這件事情 他想要記載在司法當中 那未來如果有人 是做相應的事情的話 因為有彥柯的案例 在前後面的人做類似的事情就會無罪 是的 然後其實還有最重要的一個地方就是 因為現在沒有一個法律是 是阻止人民去直播或者拍攝 或者是保障人民直播跟拍攝的權利 所以依據洪耀寧剛才說的那種判例的法 判例的法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希望可以創造 保護還有保障人民這個權利的面向 對其實這個話題我們可能延伸最後一個話題 就是關係到這個警察的權利的問題 其實我應該有聽過IPCMC 或是一些警察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大概做過資料就是 之前這個慕尤丁政府他就換了一個方法 就是他成立的那個調查委員會 只有調查權沒有控告的權利 這個也是你希望可以 就你可能延伸多一點去思考 你覺得警察應該怎麼做改革 是因為這個剛好我也是在人權組織工作 所以我有在看 這個是我的portfolio 所以我等一下可以再討回多一點 然後其實還有第二個 為什麼我認為應該被無罪釋放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被告的時候 是違抗公務員法令 然後我違抗公務員法令 就是因為執行方叫我停止直播的時候 我沒有遵守 所以我才被告 但這個就很 如果他去到一個非常嚴重的情況下 就是是不是警察以後說的每一句話 都能成為法令 成為一個法律的話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OK 就是如果這個一旦我被判有罪 OK 他就會影響到接下來 可能警察叫你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去做就是違法 如果警察叫你違法的話 是不是也是 你不去做的話 也是算是違法這個法令 我覺得當然可以很多的討論空間 所以也是為什麼我認為這個案件非常重要的原因 然後回到過去剛才講的IPCC 他叫做Independent Police Conduct Commission 就是警察行為委員會 獨立調查委員會 他也不算獨立 因為我就可以分他幾個地方 OK 那時候IPCMC 就是警察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個東西 其實一開始是由西蒙去提成的 然後那時候Ram Carpau 也就是現在的法律副部長 他是有做了一些研究 然後一些東西是值得去拿去探討 但是 付尤丁政府他就沒有去執行 然後他就換了一個 變成一個是紫老虎的一個委員會 怎麼說 第一 他的秘書長是由內政部長委任的 OK 那我們要的秘書長 其實是應該由這個委員會去委任 嗯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調查的這個權力 嗯 其實現在IPCMC是有賦予委員會有調查權力 比如說去搜查 比如說去做突襲檢查 嗯 但現在在我們現在的法律或委員會底下 他是不可以那麼去做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有扣留索命案 比如說在好像之前在趙明福的案件 扣留索命案就是發生在扣留營 但是有犯人死掉這樣 對 OK OK 扣留索命好像之前趙明福的事件 那他不能馬上直接過去那邊調查 嗯 他必須要申請 警方給予 通過這個申請的話 他才可以去調查 這就很危險的地方就在於 警察是不是有機會可以毀滅證據 警方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去篡改證據 在 在那一段空檔的期間就這樣子做 嗯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非常有問題的地方 沒有足夠的調查權力 第三個呢 就是他無法對 如果他調查結果是認為說警察是有罪的 他不能對他採取任何一些機率行動 他只能建議警察可能一些總警長 他們可以如何去做 但他無法對涉嫌濫權 使用暴力的警察採取行動 明白 好非常謝謝彥柯給我們解釋 就是從你的案件當中跟Zahid有什麼不一樣 到後來其實你這麼做 到最後有人說你是高習慣 就有人判你BNA 你還要去阿吉阿做這樣 但你也是解釋了為什麼 這個上訴是有他的脈絡跟意義的 那其實最後也是想說 因為你其實是有中兩條案件 對我有兩條案件 這個是當時候這個主差辦公 另一個是 我相信很多觀眾可能會記得的 就是在這個馬大的畢業典禮 舉牌抗議的 會是在幾時 會是在下個星期一10月19號 應該這個節目播出之後 應該就可以看到我到底是被判 有罪還是無罪釋放了 因為我已經是表罪成立了 OK OK 表罪成立了 只是現在是進行自辯等等 但你結束了之後 就是法庭會選判到底 明白 有罪還是無罪 那我其實我個人立場是 覺得彥柯當年的那個舉動是 在捍衛跟反擊種族主義的一個舉措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在畢業典禮上做這件事情是不是恰當 但無可否認這個 初心是好的 所以也希望各位觀眾可以給他集氣一下 謝謝 謝謝 哪怕判也不要判太重 最好是 最好是無罪釋放 那就祝福你好不好 好 謝謝紅腰 OK 謝謝你 我們下期見 拜拜